欢迎大家来到智慧解读,你的订阅、点赞、收藏和转发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尽量做到每两天一更,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今天我要为你解决这本书,是英国推理小说家柯南道尔的长篇小说《雪字的研究》,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系列的第一部小说。 柯南道尔以福尔摩斯为主角,一共创作了56部短篇小说和4部长篇小说,让《歇洛克·福尔摩斯》成为神探的代名词,也成为文学史和影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形象之一。 福尔摩斯虽然是个虚构出来的人物,但是他却像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一样,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影响。 小说中,福尔摩斯居住的公寓,英国伦敦,贝克杰221B,如今真的被改造成福尔摩斯的故居,当然这个故居是带引号的。 甚至现在,每年还有很多人给这个地址寄信,向福尔摩斯求助,希望他能解开自己遇到的离奇案件。 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甚至成为一些警察学校的培训教材。 小说中的探案理念,也推动了现实社会中刑侦科学的发展。 这期音频,我会分成两部分,为你解读这本《雪字》的研究。 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看福尔摩斯第一次登场,解决的是一个怎样的悬案。 第二部分,我们跳出故事,来看看柯南道尔是如何塑造出福尔摩斯这个家喻户晓的侦探形象的。 我们先来听故事。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伦敦,福尔摩斯系列小说,基本上都是以约翰·华生医生的第一人称口吻写成的。 这部《雪字》的研究,也不例外。 华生原本是一名军仪,在阿富汗负伤之后,被遣送回国,调养身体。 无所事事的华生四处闲逛,兜里的钱也越来越少。 一天,华生在街上遇到了一位前同事。 两个人吃饭聊天的时候,华生随口说道,希望能换个便宜又好住的房子。 钱同事说,巧了,早些时候我遇到另一个人也说了同样的话。 而且那个人啊,已经看好了房子,只是租金很贵,一个人住不起,想找个人一起合租。 华生一听来的兴致,就希望钱同事介绍他们俩认识。 钱同事倒是一再推托,说那个人啊,可是个怪人,如果你和他相处不好,千万可不要怪我。 华生真是个妙人,他听完之后啊,反而更好奇,说一定要见见这一位怪人。 于是啊,钱同事带着华生来到一所医院的实验室,见到了歇洛克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可真是个奇人,第一次见面,他只看了华生一眼,又和他握了握手,就断言,华生一定去过阿富汗。 而华生第一次见到福尔摩斯时,福尔摩斯正在捣鼓着蒸馏瓶和试补,欢呼的说,自己新发现了一种试剂,哪怕是水中只融合了一滴血,他都可以检验出来。 华生作为一名医生啊,都看不出来这种试剂到底有什么实用价值。 福尔摩斯却说,如果这个实验方法能早点被发现,很多罪犯就不会逍遥法外了。 虽然有点奇怪啊,但是华生并不感觉福尔摩斯是个难相处的人。 于是两个人啊,就一起搬进了贝克街二二一壁的公寓,成为了室友。 两个人相处的时间越长,华生的好奇心就越强,他根本弄不明白福尔摩斯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发现福尔摩斯有的时候闷头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有的时候呢,则出没在伦敦最底层的平民窟,有的时候啊,干脆就在家里坐上一天,一言不发,也一动不动。 华生试图从福尔摩斯的知识构成里边找找线索,他总结后发现,福尔摩斯的文学、哲学、天文学和政治学知识都相当浅薄,甚至对于日新说都不太了解。 但是他精通化学,而且有丰富的地质学、植物学、解剖学,还有法律知识,擅长棍棒、刀剑和拳术,还有小提琴拉得也特别好。 华生完全想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样一份职业需要这么个知识结构,不过几天之后啊,在一次聊天中,福尔摩斯自己揭晓了答案。 福尔摩斯说,全世界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从事这个职业,他是一个咨询侦探。 无论是警察还是私人侦探,当他们遇到棘手的案件时,可以来找福尔摩斯咨询。 福尔摩斯凭借自己高超的分析推理能力,帮助他们找到真相。 华生听完之后啊,当然感觉不可思议,于是福尔摩斯提到,两个人初次见面时,他只看一眼又握个手,就能确定华生去过阿富汗,实际上就是一次观察和推理的过程。 因为福尔摩斯第一面见华生时啊,感觉他既有医生的风度,又有军人的气质,推断华生是一名军医,同时发现华生面容憔悴,左臂有点行动不便,看来是在战场上受了伤,回来休养。 握手时又发现啊,华生手腕的皮肤黑白分明,那么显然是近期去过炎热地区,当时的英国军人会去的炎热战场,也就只有阿富汗了。 一番分析之后,华生对福尔摩斯信服了许多,不过他更好奇了,非常想看看福尔摩斯到底是怎么破案的。 福尔摩斯也抱怨,这一阵儿真的没有一桩让他感兴趣的一案。 就在这时,福尔摩斯接到了一封信,寄信人是一位探长,来自苏格兰厂,也就是伦敦的警察总部。 连华生都能推测出来,这一定是伦敦警方遇到了一桩棘手的案件。 福尔摩斯和华生来到案发现场,这是一栋离街有点距离的空屋,屋外呢,有出租马车的痕迹。 屋门大开,屋子里也没有家具陈设,积累的尘土说明,屋子多年没有人居住过了。 地板上躺着死者,死者是一位男性,衣着整齐,表情猙獰,看起来死前经过了一番痛苦。 不过死者身上没有伤痕,屋子里边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死者的财物也都没有被拿走,可见啊,不是抢劫杀人。 警方从死者的衣服里边找到了他的名片,死者叫德雷伯,来自美国俄亥俄州克里斯兰市。 此外呢,还有两封信,一封寄给死者,一封寄给他的秘书斯特兰森,是伦敦公司通知两个人轮船启程的日期,可见啊,死者和他的秘书最近准备乘船一起回美国。 警察们在屋子里边还发现了一只女性的结婚戒指,以及墙上用鲜血写成的五个字母,R-A-C-H-E。 探长给出了一番精妙的推理,这个精妙是带引号的,说这个结婚戒指很关键,证明这个案件与一个女人有关系。 墙上这五个字母啊,就是这个女人的线索。 写字的人呢,肯定是想写R-A-C-H-E-L,还没来得及写完,只写了前五个字母。 咱们只要找到这个R-A-C-H-E-L啊,咱们就能弄清楚这个案子。 福尔摩斯狠狠地嘲笑了探长,他说R-A-C-H-E啊,在德语里边是复仇的意思,别浪费时间找什么R-A-C-H-E-L女士了。 福尔摩斯对凶手给出了一番推测,包括身高、年龄,甚至是穿什么鞋,抽什么烟。 警察们却对此不以为然,福尔摩斯只好自己展开调查。 那这么一个案子从哪里开始找线索呢? 福尔摩斯决定啊,从那枚结婚戒指入手。 他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失误招领的广告,说自己在马路边啊,见到了这枚戒指,希望能把凶手或者他的同党引出来。 第二天啊,果然有人找上门来,不过不是一位凶神恶杀的亡命徒,而是一位老太太。 福尔摩斯认为,这个老太太肯定跟案子有关系,于是呢,偷偷跟在后面尾随她。 过了一阵儿啊,却无功而返,堂堂福尔摩斯竟然把线索给跟丢了。 原来啊,老太太叫了一辆出租马车,福尔摩斯也叫了一辆马车紧随其后,可是到了目的地之后,前面的马车里边已经空无一人。 福尔摩斯推测啊,这个人根本不是一个老太太,她一定是一个身手敏捷的小伙子伪装的,她在马车行进的过程当中,跳车逃跑了。 这番挫折没有让福尔摩斯感觉低落,遇到一个聪明的对手,让福尔摩斯反而更加兴奋起来。 福尔摩斯知道,当靠他一个人在弱大的伦敦城里边找线索,那无异于是大海捞针,于是啊,他找来了一群帮手。 让华生感到意外的是,这群帮手竟然是一群衣衫褴褴的流浪儿。 福尔摩斯却跟华生说啊,这是贝克街真机小分队,千万不要小看这帮流浪儿,他们可比一般的侦探还厉害呢。 因为他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别人对他们也没有任何戒心,所以什么事情都可以打听出来。 之后啊,探长带来了消息,死者的秘书斯特兰森被人在旅馆里边谋杀了,现场又发现了RACHE的字养。 在探长看来,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但是在福尔摩斯看来,最平淡无奇的犯罪,反而是最神秘的。 那些超出常规的所谓奇案,其实恰恰是找寻线索的关键点,他已经掌握了这个案子的关键。 探长忍受不了福尔摩斯的一番说教,忍不住插话说,现在不是要你介绍工作方法,而是需要抓住凶手,你能把凶手带到我们面前吗? 这个时候,贝克街真机小分队的一个孩子上楼跟福尔摩斯说,你叫的出租马车已经到了,原来啊,之前福尔摩斯拜托贝克街真机小分队去找一位马车夫,福尔摩斯队探长说,这个马车夫就是你要的凶手。 果然,这位马车夫名叫霍普,他对自己的罪行公认不讳。 雪子的研究这部小说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前面所叙述的案件,而第二部分主要是霍普的公述,他讲述了自己杀人的原因,下面呢,就是霍普的故事。 很多年前啊,在美国犹他州,有一群摩门教的教徒,摩门教有自己独有的教义和生活习惯。 有一天呢,摩门教徒们在野外救下了落单的流浪者约翰·费利尔和他的女儿露西,并且收留他们共同生活,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改信摩门教。 在这儿之后啊,摩门教徒们定居在了犹他州的盐湖城,费利尔有了土地盖了房子,他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变身成了庄园主。 十多年之后,他已经成了盐湖城里数一数二的富翁,而他的女儿露西,也从小女孩长成了亭亭玉丽的少女。 一次后然的机会,露西认识了一个外向来的小伙子霍普,露西和霍普互相爱慕,但是这桩爱情,遭到了当地摩门教会的反对。 教会的领袖找来费利尔,说霍普不信摩门教,教会不能允许把露西嫁给一个异教徒。 第二天,两位教会长老的儿子不约而同上门来提亲,这两个人,一个是德雷伯,另一个就是斯特兰森。 当时的摩门教允许一夫多妻,德雷伯和斯特兰森都已经娶过好几位太太,费利尔当然不愿意让露西嫁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问题是,得罪了这两位教会长老的儿子,费利尔在盐湖城可就待不下去了。 于是呢,费利尔打算带着露西和霍普远走高飞,逃离摩门教的控制。 德雷伯和斯特兰森闻讯前来阻拦,斯特兰森开枪,打死了费利尔,德雷伯抢走了露西,强行和露西结了婚。 露西伤心欲绝,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郁郁而死,而霍普寒恨远走。 走之前,他祭拜了露西,并且带走了露西的结婚戒指,因为他不能允许露西带着这个屈辱的戒指去下葬。 从此霍普过上了流浪的生活,他曾经多次秘密回到盐湖城,想要杀死德雷伯和斯特兰森,但是最终都没有找到机会下手。 几年后,霍普得知,德雷伯和斯特兰森已经离开美国,去了欧洲,他便在欧洲辗转,终于在英国找到了这两个仇人。 为了在维持生计的同时,还能跟踪仇人,霍普选择成为了一名出租马车夫。 终于有一个机会,德雷伯登上了霍普的马车,于是霍普把德雷伯带到了那座空房子当中,拿出了露西的结婚戒指,控诉德雷伯的罪行,并用毒药杀死了德雷伯。 在美国时啊,霍普听说过一桩悬案,案发现场有人写下了R-A-C-H-E,也就是德语的复仇。 于是霍普如法炮制,用鲜血写下了R-A-C-H-E,想要故步一阵。 但是在慌乱中,霍普把那枚结婚戒指丢在了案发现场。 之后啊,霍普又潜入斯特兰森的旅馆,用刀杀死了斯特兰森,也在现场写下了R-A-C-H-E五个字母。 霍普被抓捕后啊,依然神情自若,因为这时的他已经身患绝症,时日无多了。 还没来得及经受法庭的审判,霍普就去世了,大仇得报的他,在去世的时候脸上流露着平静的笑容。 接下来啊,就只留下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福尔摩斯是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个凶手了呢? 福尔摩斯向华生复盘了自己的推理过程,就像福尔摩斯所说,所谓奇案,其实恰恰是找寻线索的关键点。 凡是异乎寻常的事物,反而都是一种线索。 这个案件中第一个异乎寻常,就是死者身上的东西一点都没少。 福尔摩斯由此判定,这不是抢劫,很有可能是仇杀。 那结婚戒指说明这可能是与一位女士有关,所以福尔摩斯就给美国克里夫兰的警察局长发电报,询问有关死者德雷伯的婚姻问题。 回电中说啊,德雷伯曾经指控过一个叫霍普的旧日情敌,并且请求过法律保护,这个霍普目前正在欧洲。 福尔摩斯就迅速把关注点锁定在了霍普身上。 第二个异乎寻常,就是福尔摩斯在死亡现场只发现了两个人的痕迹。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这有啥奇怪的,一个死者一个凶手,本来就是两个人嘛。 你别忘了,福尔摩斯在死亡现场的屋子外边,发现了出租马车的痕迹。 那马车夫去哪儿的呢? 如果霍普威胁死者上车,马车夫为什么没有发现异常? 霍普又怎么敢大嘎咧咧,当着第三个人去实施犯罪呢? 由此,福尔摩斯推测,霍普自己就是那位马车夫。 之后,福尔摩斯就让贝克街真机小分队在全伦敦去寻找一个名叫霍普的出租马车夫,这就是福尔摩斯抓住凶手的经过。 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接下来啊,我们跳出故事,来看看科丹道尔是如何塑造出福尔摩斯这个家喻户晓的形象的。 这要从科丹道尔自身的经历说起,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科丹道尔的话,应该是华生的样子,福尔摩斯的心。 你要看科丹道尔的照片,会发现他留着八字胡,形象严肃,一丝不苟,和后来电影中华生医生的形象颇为相似。 科丹道尔早先的生涯也和华生有些相似。 1859年,科丹道尔出生在英国爱丁堡的一个普通家庭,他在爱丁堡大学就读医学专业,毕业后在医院实习。 为了赚钱补贴家用,科丹道尔也有一番去海外冒险的经历。 不过不是像华生那样去当军医,而是在开往北极圈的补经船上担任船医。 一年后,科丹道尔回到英国,自己开办起了一家小诊所。 不过小诊所的收入并不多,同时呢,科丹道尔从小就有一个文学梦。 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学梦,也为了增加一些收入,科丹道尔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 科丹道尔的写作生涯起步并不算顺利,在学字的研究之前,他已经写过几部小说,但是都没获得什么反响。 1886年初,科丹道尔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侦探小说,也就是这本《雪字》的研究。 四月份小说完成,科丹道尔却发现无处能发表。 他把小说寄给杂志社,杂志社说小说太长,建议交给出版社出版。 他又把小说寄给出版社,出版社却说,这种水平的小说是不够格的。 经过几次辗转,一家名叫《比顿圣诞年刊》的杂志,决定以廉价文学的定位刊登小说。 虽然对这个定位很不满意,但是科丹道尔还是接受了条件。 《雪字》的研究,就在1887年冬天的一期《比顿圣诞年刊》上发表了。 顺便说一句啊,如今这一期《比顿圣诞年刊》成为了西式之宝。 已知的存饰量只有30册左右。 2007年,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拍卖了一本当年的《比顿圣诞年刊》,成交价15万6千美元,打破了单本杂志拍卖的世界纪录。 只不过,这会儿卖再多的钱都跟科丹道尔没有关系了,当年的科丹道尔只获得了25英镑的稿筹。 而且小说出版以后反响平平,科丹道尔自己也都有点灰心。 没想到,在两年之后,一家美国杂志社给科丹道尔来信,表示他们对血字的研究很感兴趣,他们想约科丹道尔再写一部福尔摩斯的小说。 顺便说一句啊,当时这家美国杂志社的负责人还专门来到英国,请科丹道尔和另一位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共进晚餐,向他们当面约稿。 另一位青年作家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诗人奥斯卡·王尔德。 正是这场晚餐,使得王尔德写出了他的小说代表作《道林格雷的画像》,也使得科丹道尔写出了福尔摩斯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四千名》。 其实科丹道尔在写血字的研究时啊,还没有写系列小说的想法,这一次受出版生的邀请,他写出了另一部小说《四千名》,福尔摩斯才正式成为一个系列小说。 在这之后啊,科丹道尔又在《海滨》杂志上发表了六篇福尔摩斯的短篇故事,这一次科丹道尔真的借着福尔摩斯声明确起了。 写血字的研究时,科丹道尔的稿筹是二十五英镑,在《海滨》杂志发表小说时,科丹道尔的稿筹是每个短篇三十英镑。 当杂志编辑向科丹道尔约第二批故事时,科丹道尔干脆把稿筹涨到了每篇五十英镑。 没有想到,杂志社干干脆碎就答应了。 这个时候啊,科丹道尔写福尔摩斯系列已经写得有些厌烦了,等到杂志社再向他约稿的时候,他干脆开出了十二个故事,一千英镑的天价。 他原本想用这样的方式玩具杂志社,没有想到当天编辑就打了电报,完全接受,科丹道尔只好继续创作。 后来,这前十二个短篇和后十二个短篇分别结极出版,就是今天福尔摩斯系列中的《冒险史》和《回忆录》。 经过雪字的研究,四千名《冒险史》《回忆录》这四本书的努力,赫南道尔终于使福尔摩斯的形象深入人心。 他的作品影响了后世所有的侦探小说作家,改变了侦探小说的历史,为侦探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零二年,科丹道尔被封为爵士。 曾经有人说,福尔摩斯系列是世界上第一部侦探小说,这其实是不对的。 就在雪字的研究中,科兰道尔借福尔摩斯之口,就举出了之前的两部侦探小说,分别是美国作家艾伦坡的《摩格街凶山案》和法国作家加伯里奥的《勒考克侦探》。 不过那时的侦探小说,还不能算一个单独的门类,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时的侦探小说和恐怖小说、神秘小说、间谍小说混杂在一起,被统称为惊险文学。 比如,埃伦坡,按今天的文学类别,他既写侦探小说,也写恐怖小说,他的作品里边充满了离奇恐怖的事件,甚至还有死者复活这样的情节。 科兰道尔十分喜欢埃伦坡的作品,在福尔摩斯系列之前,他就模仿埃伦坡的风格去写恐怖小说,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了雪字的研究当中,黑暗的夜晚,无人的房间,离奇的死亡,处处都在渲染恐怖的气氛。 但是可以说,直到福尔摩斯的系列,侦探小说和恐怖小说终于开始分家。 侦探小说和恐怖小说,虽然都常常描写死亡和犯罪,并且会渲染恐怖诡异的气氛。 但是恐怖小说不太注重理性,小说中允许出现非自然的情节。 而侦探小说则是坚持理性的,侦探手法和最终的解答都必须合乎逻辑。 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也是福尔摩斯系列最大的魅力。 柯南道尔塑造了一个坚持用逻辑进行推理,并能解释各种奇特案件的侦探。 小说中福尔摩斯所说的逻辑,在逻辑学中叫做形式逻辑。 这是一门很古老的科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发明的三段论系统,是西方逻辑史上第一个逻辑系统。 随后呢,斯多噶学派补充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逻辑体系。 这之后的一千多年,逻辑学的发展几乎没有超越这个范畴。 直到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英国学者培根和穆勒又进一步丰富了这套体系,基本形成了今天的形式逻辑。 福尔摩斯的推理就是基于这套逻辑体系。 推理大致可以分成三类,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 归纳推理是将大量个别的事实合在一起,总结出一个普遍的事实。 类比推理则是将一个事实迁移到另一个类似的情境当中。 福尔摩斯最擅长的则是演绎推理。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个逻辑学家不需要亲眼见到或者听说过大西洋或尼亚加拉瀑布,他能从一滴水上推测出它有可能存在。 所以整个生活就是一个巨大的链条,只要见到其中的一环,整个链条的情况就可以推想出来了。 福尔摩斯的探案方法基本可以分成三步,第一步收集足够多的信息,第二步根据已知的信息推理出所有的可能,第三步由推理展开行动,得出更多信息,排除掉一些可能。 举个例子啊,在小说《四千名》里边,福尔摩斯和华生有一次闲聊,福尔摩斯准确的推理出,华生刚刚出门去了一趟邮局,而且去邮局是为了发电报。 那福尔摩斯是如何进行推理的呢? 福尔摩斯注意到,华生回来的时候,鞋上沾了一块红色的泥。 他之前已经知道,整个伦敦只有邮局门口在修路,会有这种颜色的泥土。 由此他得出结论,华生去了一趟邮局。 那华生去邮局干什么呢? 福尔摩斯给出了三种猜想,第一种呢,当然是寄信,第二种啊,是去买邮票或者明信片,第三种则是去发电报。 于是福尔摩斯回想更多的细节,一一验证没一种可能,他发现一上午啊,华生都没有写信,而且他们家中还有很多的邮票和明信片。 由此啊,前两种可能性都被排除,他可以得出结论,华生是去邮局发电报。 所以你看,排除法正是福尔摩斯演绎法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福尔摩斯小说里面有一句名言,当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因素后,剩下的东西,无论多么不可思议,都必定是真实的。 而所有这些推理,都是基于充分的信息收集。 在福尔摩斯系列中,警察常常被当作能力不足的反衬角色,而警方判断失误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办案开始时,他们总希望用少量的事实,就能推理出答案。 之后啊,又拒绝考虑那些跟他们立场相悖的材料。 用福尔摩斯自己的话来说,小说里边的警察们啊,是不知不觉的歪曲事实,以适应理论,而不是使理论适应事实。 福尔摩斯的这种思考方式,与柯南道尔的医学训练有很大关系。 在之后,给福尔摩斯长篇小说集写的序言中,柯南道尔写道,经过严格的医疗诊断训练后,我觉得,如果将这种一丝不苟的观察和推理方法, 用于破案,可能会建立起更科学的系统。 这种完全基于事实和推理的思维方式,正是福尔摩斯这个人物最大的魅力所在。 到这里,这本《雪字的研究》其中精华的部分,我就为你解读完了。 总结一下,《雪字的研究》是柯南道尔第一部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小说,讲述了一桩离奇的杀人案件。 这桩案件的背后,是一段跨越英美两国,前后将近四十年的情仇纠葛。 柯南道尔原本立志成为一名医生,但是他从小就有一个文学梦,于是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 柯南道尔的写作生涯,起步并不算顺利,《雪字的研究》的出版也是几经波折。 但是,这部小说的出版,还是给柯南道尔带来了一些机会,让他继续创作福尔摩斯系列。 最终在几年之后,福尔摩斯系列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 直到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和恐怖小说终于开始分间。 恐怖小说和侦探小说,虽然都常常描写死亡和犯罪,并且也都会渲染恐怖诡异的气氛。 但是,恐怖小说不太注重理性,小说中允许出现非自然的情节。 而侦探小说则是完全坚持理性的,侦探手法和最终的答案都必须合乎逻辑。 这种完全基于事实和逻辑的思维方式,正是福尔摩斯这个人物最大的魅力所在。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好了,本书的解读就到这里,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那就不会错过更新哦,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